那说到出门在外的安全 高雄市寿山动物园是亲子同游的好去处 但是园内常常会出现野生猕猴 让不少民众害怕受到攻击 园方就呼吁如果遇到猕猴 千万不要慌张 也不要惊扰或是喂食猕猴 而如果身上有食物的话 一定要记得赶紧把食物给收进包包里 高雄市寿山动物园近几年来不断增加动物区 成为许多家庭出游的首选 每到假日入园人数不断创下新高 不过寿山动物园位处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内部 经常有许多野生猕猴闯入 让不少民众担心受到攻击 游客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或紧张 因为其实猕猴遇到猕猴的话 其实就是秉持着你不要去骚扰猕猴 你不要去攻击猕猴 每次只要猕猴现身 园方人员就会透过广播请游客注意 最重要的就是把随身携带的食物放在包包里 千万不要有喂食的动作 不骚扰不攻击就能与猕猴自然相处 今天要来动物园看什么 看到吗 你最喜欢看什么 我喜欢看犀牛 我喜欢看大象跟犀牛 我什么都喜欢看犀猩 星期假日不知何处去 不妨到寿山动物园走一走 不想走太多路的民众 也能选择搭游园车 慢慢观赏园内风光 联网杨如家高雄报道 董博球 感谢观看